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赵赵 赵赵 你怎么不理我 是不是因为 我没有提前与你说 我和陆家商量迎亲之事 我并非有意瞒你的 也不是不尊重你 只是 尹和林一之说 姑娘家都比较喜欢亲戚 黄甫一 听你爹说了 你们那里的传统是 女方家白喜宴 我黄甫一向来不拘小间 这种事 依你也无妨 我们还是先冷静一下吧 什么意思 我是说 成婚是大事 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合适呢 总之我现在脑子很饿 我 我 我想离开黄甫府 跟我爹回家 老大 您这种 真是高啊 先让黄甫一 上路招招 然后 再让他眼睁睁地 看着心爱的人死去 那陆招招 虽是平平无奇 竟还招惹上了 闻名天下的落北 黄甫府 你听我说 这女子成婚前 难免会对婚后生活 产生恐惧 突然打退堂鼓 也是情有可原的 林少爷所言极是 况且 陆姑娘还是投婚 难免会 害羞 害羞 真的是害羞 那当然 不然谁会拒绝我品貌非凡 精才风意 一步云天玉树临风的黄甫府 你一定要展现自己 独特的优势 什么优势 什么 你让老夫突然 翻白眼 还有 这 浑身抽搐 这 这 这成何体统啊 只要能让陆昭昭留在黄甫府 这个 不是问题 一眼细没问题 只是 只是这一定银子 这个的八倍 成交 爹 爹 爹 您怎么了 爹 爹 您怎么了 怎么突然会这样 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放心吧 黄甫府兄 爪爪肯定走不了 那老东西捡得脱脱 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这是怎么了 林郎你懂了医术 我爹突然抽出你快看看吧 糟糕 黑心老板 不能让他搅局 黑心老板 黑心老板 你看着我的眼睛 感受一下我想说的话 我 你我的默契都忘了吗 放肆 我 竟敢押这本少爷 我还不快起来 我 就押了 有本事 你把我撂开 你 你干嘛 黑心老板 这是我和我黄甫府兄的计划 为了留住朝朝 所以你的诊断 不该是这样 这是通知 不是商量 怎么样 赵赵 经我诊断 你的父亲虽不严重 但是是急症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不宜长途跋涉 最好是 原地静养 你确定吗 不是 你 틀 欣老闆 刚才多谢你帮忙 爹爹 小事一桩 毕竟你是我的男人 谁是你男人了 不过你今日不够性感 还差点意思 哪里差了 这里太薄 但平时都很好 来日子 周周 你来做什么 听闻岳父大人身体不适 我特地前来看过 身边带了些聘礼过来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说实话 Zither Harp 庭院闪神一阵灯 不见鬼人 心若生了索困与围城 走花浓 人相爱却要离分 莫非是那宿命 偏偏要不能及 莫非只能断了这份情 纵然有万点抽搐 万般的温馨 轻微是一绝 那欲绝尽碎裂 就是心底了情 可如今 却有所一刻珍惜 这一遍 何时梦在相见 或是再也不见 梦问是否挂念 我愿意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愿意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愿意 你死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